四月不寻常爆热的一周 上午从陪读的出租屋睡了回容觉起来 见兄弟修穿在里面 拜拜 买了一个这个背包 来回的地铁站上用装装洗衣包 我稍微的就擦了两个西架 哈喽 我换衣服了啊 这里加上去 这儿加加加加那儿加 所有过分分开 再分分分分分 我们得把这儿过分开一点 让肩甲下降在我对台上 然后往前面推 我动不动啊 推 这儿不住 可以推 放不动 腿蹬直呢 脚跟再踩 对 再踩一点 谢谢 腿别松 二 再来 往后吐气 一 然后慢慢地回 来 吃这个样子 太热了 哥老师约的十点多的课 上完回家 正好接近暴晒的中午 路过菜市场 心里把晚餐的内容 已经盘算好了 卤个牛肉 做个麻辣干拌牛肉吧 来点哪儿来点 再来一跳干嘛 好 回 回到小院 我能勤劳的姑妈 竟然自己大早上的 来帮我们洗鱼池 换鱼池的水 趁着老公还在睡懒觉 她已经把鱼池洗完了 直等放干净水了 不得不感叹 这哪里像个七十岁的老人啊 经历旺盛勤劳的 我们中年人都自愧不如 下午 老公说 在热也要喝口茶 这是仪式感 于是我们挪到这把大伞下 喝点清凉的白茶 看着满烟花开 这最美的世界 只等着下周天气栏框下来 就能更好地欣赏和享受了 快傍晚了 加紧时间卤牛肉 下周天气栏框下来 一个小时以后捞出来,拿出一块来切片,其他的就冻起来,吃的时候取一块解冻就好了 算算,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健康餐了,中间有火锅有应酬的不算 体质这个月掉了两点多,下了二十,真是比之前一年多的锻炼还有效呢 张小贤说过,吃清淡食物,过朴素生活,把欲望降低一些,再降低一些 却依然怀抱着期待,梦想和爱,这样的日子就是快乐的日子 这样的一天,也是我平静心安的一天